大家好,我是小妈 今天分享一款早餐包子的做法 馅料麻辣够味 现做现吃,松软又简单 主食材就是两块豆腐和一把小葱 嫩豆腐,老豆腐都可以 切成小块 尽量切细一点,这样容易入味 放入碗中备用 小葱切成葱末 上次很多人学做葱花卷都成功了 就是小苏打不能放多哦 只需要一点点,放多容易发黄 影响口感 还可以准备一些榨菜,切成碎末 锅里甩开放一勺盐 豆腐入锅,煮两分钟 去除豆腥味,会更加好吃 捞出来放碗中 加入蒜末,盐,花椒粉 辣椒粉,胡椒粉 再加入两勺生抽 最后加入葱花 淋入热油 再加入榨菜末,搅匀 麻辣豆腐馅就准备好了 如果不吃辣椒,可以做成小葱蛋豆腐 也非常好吃 现在我们来和面 260毫升温水,5克酱母,搅匀 温水是30度左右,不要太烫 提前化开,有助于酱母的活性 加入500克面粉 把面粉和酱母水混合 没有干面粉,下水揉成面团 今天依然用后发酵法 这一步不去发面 留光滑后,直接放案板上面 中间抠个洞 撑圈,分开,再搓长 现在这个温度,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酱母已经开始工作了 切开剂子,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气孔 这就代表了面已经在发酵的过程中 撒上一些干面粉 每个剂子,在揉搓几下排空气体 用擀面杖,擀成边缘薄 中间厚的包子皮 中间厚一点,可以兜底不露 包入准备好的麻辣豆腐馅料 捏包子的折花,我讲过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再强调 动作我们可以多练,多做 最后包出来包子,就会越多越好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捏折花的时候 拇指是不动的哦 周边提拉,拎合 再一个包子,就整理好了 全部包好,不要上锅针哦 这一步是关键 后发酵就是一次发酵 馅料里面有余温 也能让包子皮发酵快一点 今天天气二十多度 发酵了二十分钟 看到包子鼓起来 拿起来很轻,就代表可以了 发酵到位,我们可以上锅蒸了 水开上锅蒸12分钟 焖3分钟 麻辣豆腐包就出炉了 汁水已经冒出来了 看着就开胃 可以看到出锅每一个都是松软的 早餐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下这个做法哦 非常的快速 相信很多朋友也可以一次成功 面皮松软,掰开馅料,麻辣开胃 喜欢可以受伤起来试一下哦 今天的话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妈 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